口罩的男子騎機車停在壇子農會前 一下車就從口袋掏出手槍 惡狠狠的走到櫃台前 就是一陣大吼 農會人員全嚇得尖叫 躲在櫃台內 生怕男子情緒激動開槍 男子拿到牛皮紙袋 得逞後騎著機車洋船而去 不久警方到場 農會人員記下嫌犯特徵 多名員警沿著線索 果真在不遠處逮到男子 驚險過程全被記錄下來 畫面太逼正 不說還以為是真的搶劫 沒想到這是台中大雅 台南北所例行性的房牆演練 歹徒是由員警假扮 說也奇怪 20號在大雅區做完房牆演練 22號也是在大雅區 兆豐銀行中科分行 就發生南牆匪持槍闖入 搶走19萬元的現金騎士逃逸 正巧是同樣說法 疫情的關係 其實大家可以感覺得出來 那個大家會缺錢的話 只會找個動脈 只會去銀行或什麼地方 利息性農會房牆演練才結束 隔兩天真的強案發生 結局不像演練時警方當場逮捕嫌犯 真的搶匪強銀行得逞後逃逸 警方透過車牌號碼全力追查中 記得令委志 李雲傑 台中草報道